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文章是 夫妻四个坎儿 你熬过了几个 一起来听 提起爱情 谁都想要白头偕老 说起夫妻 谁都想要携手一生 可天底下有多少夫妻 走着走着就散了 过着过着就分了 最后天各一方 比陌生人还陌生 一生夫妻 一生夫妻 其实夫妻这辈子 也不过四个坎儿 熬过了就能一辈子在一起 一 步入婚姻的失落期 刚刚步入婚姻的两个人 在婚姻中 肯定会有大大小小的事 你会发现 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少了 家里的事情多了 几乎什么都要顾及 很少能甜甜蜜蜜 步入婚姻 会有一段时间失落期 那就是婚姻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想象要美好许多 现实要残酷许多 这个时候 就需要男女双方 共同模合 多多体谅彼此的心情 多多关心对方的喜忧 把这一时期跨过去 婚姻就会平顺许多 二 有了孩子的惶恐期 结了婚 有了娃 生活不再是你们俩 而是你们仨 两个人的日子 多了一个熬带补的娃娃 除为人父母 会有各种各样的惶恐 这个时候 正是由单身贵族 向父亲母亲转变的时候 会增加很多压力 会背负沉重责任 一个弄不好 很容易陷入无休止的争吵 所以 越是体现担当的时候 我们越是要撑起重担 互帮互助 把自己的爱情 竭心照看好 三 相处几年的平淡气 夫妻双方在一起久了 对方想啥都知道 再也没有了新鲜感 有时候会为外界诱惑迷了眼 有时候会为生活 琐事烦了心 当双方进入了平淡气 我们需要的 就是制造乐趣 多些沟通 千万不要挨打不理 也不要得过结果 很多婚姻都是熬过了经济 却熬不过平淡 四 人到中年的迷茫期 中年的我们 工作想要向上爬一步 男乳登天 外面想要交过知心的朋友 百般不易 中年的我们 压力大 责任重 生活难 很容易滋生糟糕情绪 男人有了压力 不去和女人诉说 习惯借酒消愁 女人有了压力 不去和男人倾诉 反而乱发脾气 于是中年的我们 更加厌倦家庭生活 厌倦婚姻 如若做不到包容和理解 做不到倾诉与倾听 婚姻早晚出问题 婚姻和爱情一样 是两个人的事 不是一个人的责任 有老人要赡养 有孩子要补育 其实我们都不容易 夫妻双方更应该 起心协领 把难关跨越 把责任承担 只要两个人 劲儿往一处使 心往一处走 必定能携手一生 白头到老 有孩子人 对付城市 偷尾 踩 十月 百分之 赌互 监 百分之